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58汽车 我是徐杰 那我现在呢 也是要去特斯拉 位于这个驿庄的交付中心 那去这干嘛呢 因为我的同事赵老师 然后之前是订了一辆这个国产的Model Y 然后我现在是跟着他第一时间去提车 然后今天也是北京这最近几天 最冷的一天 今天又刮上大风了 然后现在我们是在四环上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去店里了 那也先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去店里 一是之前的这个Model Y的这个评测 相信大家也看了不少了 我今天陪他提车呢 主要是看看像这个 这颗车的保险大概是一个多少钱 然后顺便看看他的这个车 选装了什么东西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特斯拉中国的这个官方也是公布了这个新的Model S的售价 以及这款车呢 在前一阵它也是有传闻啊 说这个北京的展厅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展车了 是为这个新款的车让路 然后我们到了那看看能不能问出一些消息 因为现在在这个官方网站上是可以进行一个预定了 那主要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这两件 OK 我们现在在去的路上 这就是赵老师 然后我先问一下啊 就是你订这款车的时候啊 大概是什么时间订的 1月1号应该是11点 交了订金 你是算这个首批的那个预定的吗 我算是首批的 但是不算首批交车的 我应该是后几批吧 哦 因为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也是陆陆续续有人提了 是吧 当时交了多少钱订金啊 1000块钱 哦 这个我想问一下 如果就是我们后来订完之后不想要了 就是这钱能退吗 不退 因为记住写的是定 固定的定 不是颜字盘一个预定的定 是吧 所以是不退 交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啊 对 这个 尤其是在这种合同上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那个颜字盘的定 和那个保盖头的那个定 意思是不一样的啊 这些都是文字游戏 呃 那我想说啊 因为这个Model Y 它的这个价格 这个国产一出 对吧 就是30多万 对吧 它这波啊 特斯拉没有搁着它的这个韭菜 你知道吗 挺可惜的 哈哈 别的说搁了 别的说搁了 那30多万的这个价格区间 我认为像这个雷克萨斯的ES 也是挺好的 并且它呀 它是用这个汽油质边去买的 你知道吧 所以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就这ES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呢 好车 因为需要开雷克萨斯S 这个主要是不线号 因为我这个用车需求真的比较大 这个一线号吧 特别不方便 然后我家里油边还有 还有一个 其实可以导出来的 所以我决定还是买一不线号的车 真的真的就是太方便了 这一线号 现在疫情 你看我们现在打车 其实也挺有那个关键的因素 但是说保护所知都特别好 但是还是自己开车方便 然后你去哪的话 开车就走吧 有人叫车真的高风机叫车 大家也都知道多难 行 行 就不用多说了 还是有钱任性 然后充分证明 就是你看它这 它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买这个电动车的 在北京有很多人 其实这不是它唯一一辆车 它家里还会有两辆到三辆这样的车 那我问一下 你买的那个是 就是超长续航版 还是那个performance 那个高性能的 买的长续航版 你说为什么 性能其实没有 因为这个车就是工具车 就是一个续航到位了 OK了 真的 已经5秒多已经很快了 没必要再快了 有必要 待会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个什么必要 其实我觉得没差多少钱 要是我的话 我就买这个高性能的 对吧 都花这么多钱了 都买这个车了 这波韭菜又没搁着 对不对 这就是有钱任性 都是我 学老师才是 我没钱 然后记得刚刚赵老师提到的我的坐舰 麻烦雷克萨斯可以考虑给我打一下 这叫什么呀 漏出广告费 灌名费啊 开个玩笑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 四环路上 然后过一会我们到店里的时候 跟大家再继续聊 OK 这个国产的Model 1就有两款车型 一款是长续航全轮的驱动版是339,900 然后它的这个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啊 是5.1秒 另外一款呢 就是Performance 高性能全轮驱动版 它的这个售价呢 差不多是贵了3万元吧 369,900 然后官方的0到100的加速时间是3.7秒 还是挺快的 然后我刚刚 我为什么说 就是我如果选择的话 我会多掏这3万元 一 就是这次的它的这个售价啊 其实要比原先 还有像进口的时候 引入的时候要便宜了不少 然后我多花这3万块钱 然后可以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性能 它这个高性能版 它的这个3.7秒是什么概念啊 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目前中国你可以买到的啊 相同的这个加速时间的这个车型 以及我挑了一些它的这个价格倍数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跟它加速时间差不多的 是有这个欧路GT W12的 是它的这个车的价格的8.7倍 然后是阿斯顿马丁的DB11 V12 AMR 这款车呢 是Model Y的8.1倍 然后还有是梅塞德斯 AMG GTC 是4.9倍 最后是保时捷911卡雷拉S 是这款车的3.9倍 所以听完这些 你就觉得这3万元你该不该花呢 降了最冷的一天 我怕风最大的一天 不是 还是这么大风啊 现在这几个车里就行了一个是我们的 我给它照片 什么颜色啊 灰的 这点新的吗 嗯 这不是 不是 老的 这里边 您给我里边请带给大家说 OK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交付中心啊 那这个地儿呢 也是北京地区这个特斯拉交付最大的一个地方 位于义庄 那我身后的这一片啊 它是这个修理区 然后真正办理这个交车手续 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屋子里边 然后是有很多这种服务专员的 然后我们今天来了之后呢 也没有排队 然后现在赵老师在这个屋里进行这个办的提车手续 呃 待一会的时候呢 因为整个的这个提车的这个流程 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是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保险 现在是一个呃 多少钱 就是他提的这个model Y的这个保险费用啊 那也是跟大家其实聊一下呃 刚刚呢 那个我跟他们这会儿的销售顾问也是问了一下 目前特斯拉展厅里边 现在基本也是不摆这个model X以及model S 呃 因为他们的这个新款马上就要来了呃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也是看了一下那个呃 特斯拉中国更新了它的这个网站的信息 然后现在是可以在网上预定新款的这个model S了 而有几点其实是可以值得注意的啊 因为它现在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的宣传的这个广告 它是有一个叫Ply的版 应该是高高性能版 就是顶尖的一个性能 它0到100公里的这个加速时间非常的恐怖 达到了2.1秒 然后呃 呃 续航里程最大是可以达到628公里 它拥有的这个马力啊 也是超千匹了 是1020马力 真的是挺夸张的 呃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啊 呃 呃 这款肯定是顶级了 肯定是100出头 呃 100多万的这个样子 那其实现在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100多万里边我们可选的啊 可以要这个保时捷的Tekin 对吧 那原先的时候这个Model S的这款车之前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那现在保时捷来了 如果是这个价位 我都已经掏了100万了 我可能会再多掏个20万 我选择一辆保时捷 那还有一个情况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特斯拉的上海的这个工厂啊 它现在也在进行的扩建 那会不会这个Model S之后也进行一个国产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 它和这个保时捷的Tekin它的这个竞争力 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强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另外有一个还和大家分享的是 哎 也是挺有意思的 呃 昨天晚上的时候 宝马的官方也发出了信息 那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叫RX3 也是官方下调了7万元的一个价格啊 然后它现在入门版的这个价格 也进入到了40万内的这么一个区间 那这是跟这次Model Y的定价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呃 因为人家已经卖到了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价格了 如果宝马不跟进的话 然后它的那个车的产品力肯定就不足了 那再接下来呢 你比如说像这个奥迪啊 以及像这个奔驰啊 大家都知道奔驰的叫EQC啊 这款车 然后还有蔚来的EQA 那它会不会调这个售价呢 我觉得是会的 然后并且这个EQA还没有上 等上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格肯定是要做一个参考的 否则太贵的话 它的这个竞争力就是不强的 您好 我问一下 咱们这有什么保险公司啊 人忙 人手平安太平衡 哦 然后是不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保险 现在它的那个价格就是 如果上同样的保险 是不是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 它这个价格有可能不一样啊 我们私家店内是一样的 车上人员的这个 一般司机乘客这个也比较 一般就是上这个 现在是没有这个不计面牌的 你知道吗 都含在里了 对 我觉得就是像这个机动 波里还带了那个 对 机动车 车子 还有三者 自然在 交墙 那刚刚 我们这会儿也是给这辆Model Y 然后上了这个保险啊 几家 一共是四家保险公司 价格是一样的 你就随便挑一家就好了 对吧 然后我们挑的是人保 因为它的这个网点是比较多的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 打出来的这个保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按照它的这个统计啊 一共是7471.64元 那要说一下的是 因为这个新车嘛 第一年 所以它的这个保险 都是稍微会贵一些的 然后我们聊了一下 其实有些险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啊 我们把这个车上人员的这个司机 以及乘客的这两项 我们给划了 因为我们是老司机了 开车也比较靠谱 然后还有这个车身的这个 这个还魂损失险 这个我们也给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年的车 其实大家 无论是你自己使用啊 还是什么 其实你会比较在意 然后这是一方面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上 即使有点小的还魂 我可能第二年再上 对吧 所以我认为像这种 还魂险呢 是隔年上 当然现在保险有规定啊 这个车好像是超过 三年还是五年之后 就是你想上 它也上不来了 然后赵老师呢 他是买完这新车之后呢 他会去做一个天模 所以这意义就更不大了 那就把这些给取消了 那电动车 其实还有一个 比较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 我们担心涉水 对不对 第二我们担心自然 但是现在保险的这个新政啊 特别好 就是在这个 机动车损失保险这里边 它已经含了我刚刚说的了 并且带有这个不计免赔 所以现在很省事 不像原来你需要挑这个 不要这个 要那个 很麻烦的 然后刚刚我们把这几项取消之后 它最终的一个保险的价格是 算出来吧 6366.79元 那对于一个 三十多万的这么一车吧 其实这个保险费用是差不多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 那刚刚也是和这个特斯拉交付中心的人 聊了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Model S 现在官网上已经可以预定了 然后在第三季度可以进行一个交付 同时我们获得的信息是现款的这个Model S 就是展厅现在撤下了 但是呢还卖 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因为知道这个新款来了 我估计这个老款 它慢慢的它这个销量也会进行一个下降 同时它的这个工厂呢 它的这个产量也会缩小 那近一段的这个时间 他们肯定是主推像这Model 3和这个Model Y 另外也是和他们聊了一下 因为现在新款呢 它的这个外观呢 变得更加的运动更加的轿跑的这种感觉 那时呢变化是特别的大 那好的地方啊 我说一下就是它增加了这个驾驶员前方的一个仪表盘 因为之前呢特斯拉的车 它所有的这些信息驾驶数据 都是在中间的这个屏幕里边 那现在终于回归这个汽车传统的这么一设计了 这点我是觉得挺好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因为现在官网上的这个图啊 它的这个方向盘是非常的帅的 上边是没有这个半圈的 然后看上去特别像这个 我们玩的游戏机的这个模拟器 视觉感真的是挺炸的 但是聊完了之后 我们其实这块有一个问题 它到底符不符合这个中国的一个法规 因为它的这个图片现在用的其实是美规版的 所以到了中国我们之后 中国这边能买到的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现在也不太确认跟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他们其实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不知道咱们到处买的时候 会不会和美国的这个车一样 另外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呀 它增加了一块屏幕是在这个后排 中央的这个空调的那个区域 增加了那个屏幕呢 它是我们看那个图片 它是可以玩游戏的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啊 在后边看一些东西 但是它设计的那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并且它屏幕的尺寸不是特别大 那小孩坐在那的时候呢 他看东西他肯定是这样 我觉得它不是很舒服 然后并且呢 对这个颈椎啊也不是特别的好 Model Y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 我也不想做过多的一个评测了 它这看划痕呢 你说这肯定没有啊 然后我就说一下我对这款车的一个感觉 其实你就可以给它总结为 就是被打胖了的Model 3 那其实它最大的两点区别啊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头部空间 肯定是要比这个Model 3更好 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后备箱的这个储物空间会更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那外观大家也很熟悉了 这些都应该我说的 他不用说了 他不用说了 他是今天不是主角 然后 我的车你做主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啊 就是待会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车内 以及它这个空间就OK了 刚刚这个赵老师啊 他现在做的这个前排 然后工作人员也是在这个流程中 给他呃讲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啊 这也是提车流程中的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这点还是挺好的 因为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我们买车的这个提升过程当中 呃基本也不会教你除非你自己去问 但是特斯拉把这个教你这个系统的这个这个这个步骤也纳入了提车流程之一 呃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车的一个空间啊 他已经调到了他的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坐姿了 那我现在这个后排呢 还有两拳的这么一个空间 其实我觉得是够用的 然后我这身高是一米八 然后我现在这个头部啊 大概也有这么一拳的一个头部的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他这整个的这个天窗啊 是一个非常说大的一个天窗 只不过他是整体式的玻璃不能进行一个开启的 但是他的这个通透感会非常的好 那他这个后排的这个座椅啊 很多人说比较硬 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你要是跟大部分呃 这个价位的车来比的话 他确实是比他们硬 但是呃还可以吧 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腿部的这个 哎 这个坐垫啊 我个人认为稍微有一些短 其实你看他这个后排空间 其实腿部空间是挺大的 他这个坐垫如果再往前延伸一点 对于我的这个腿部的这个支撑的舒适性会更好一些 后排的这个靠背是支持这个角度进行调节的 他有几挡啊 那我刚刚也是给他调到了一个最痒的一个状态 现在这个坐姿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比较竖直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坐姿就没有那么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车的一个后排的一个 呃后备箱的一个空间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车的一个后备箱的空间啊 那相比这个model 3来说的话 真的是大了不少 因为model 3的话 他是带有这个尾箱的 然后主要是他的这个高度 储物空间的高度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的话开口也是非常的大的 另外呢 他的这个后排座椅支持这种拆分放倒 放倒之后呢 也是比较平的 所以他在这个实用性方面 肯定是要比这个model 3要好很多 这也就是这次model 1 为什么在这个没有限车预定时期 比较火爆的一个原因 并且他的这个价格也没有比这个model 3贵多少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整个的这么一个平坦的一个背箱啊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后部这个底下还有一个非常硕大的一个储物格 可以放很多的这个东西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是去超市买一些这个 比如饮料啊或者这种易换动的物品啊 我们放到这里边他也不会发生一个滚动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也挺好的 OK 然后尾门啊包括车门包括座椅放倒 全部都是这种电子化的 非常好 那OK我们现在已经提完车啊 现在再回去的路上 然后我们的这个临盘也已经办好了 还有这个保险也已经生效了 那总共我们到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交付中心 然后到我们最后走啊不到两个小时是吧 挺快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等平坦 对然后效率是很高的 而且挺有意思的跟一般这个传统的车企交车不太一样 他们更像是这种流水线的作业 每个人哎管一部分的事啊 对然后也是挺快的 然后现在疫情期间呃交付中心是每天是50个人来提车 大概一个小时可以接待五个人 然后另外呢有一点啊呃我们不太清楚 我可以问问其他的特斯拉的车主或者有知道的 就是我们确实是中午的时间来的 然后没并没有问我们吃饭的事 然后我就吃了两个旺旺的那个 雪饼和鲜味 对对对对 有广告有广告嫌疑 然后这个现在挺饿的真的 然后我不知道没有疫情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的我乘坐的一个感受 其实他整个的这个底盘的这个反馈啊 特斯拉一直也是比较好的 呃我觉得除了说像油门踏板这种动能回收之外 因为之前像特斯拉的很多车我也都是驾驶过的 他的这个整体的驾驶感觉 尤其是他的这个底盘全驾 呃和咱们的呃常规的这种燃油车啊 其实是很像的 就是只有这个油门踏板的反车不太一样 呃然后他的这个国音我感觉呃也是不错的 现在是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 呃因为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前排的主副驾的车窗是采用的是双层的玻璃 但是后排不是呃 呃所以他这个我现在做的这个前排呃 呃他的这个噪音的控制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呃 呃另外还有分享一点是 现在新款的这个车型版 他前排都是带有两个这个无线充电中置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嗯对对对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对然后他的这个方法啊 现在来说的话 他还是带有这个转向的拨改啊 然后包括这个换挡杆 还有这个雨刷 雨刷都在这 然后正好提一句 就是新上的这个新款的Model S 是没有这个拨杆了 那之后估计是集成在这个方向盘上面来控制 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肯定好多人就是会不太适应 对吧 你能不能真正是那样 在中国来语上是不太清楚 其实那个拨杆的问题还算小的 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图片 它的那个方向盘挺像模拟器的 那个不一定符合法规 刚刚就是我们跟特斯拉的人员 其实交车的时候也是聊了一下天 我也套了点话 就是他们其实现在也觉得不一定能通过这个法规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中国这边出的车 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那毕竟是美国的现在这个图片 然后这个车有一个我还想不通的地儿 就是你说特斯拉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对吧 然后苹果它也是美国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车它没有Turplay 我认为特斯拉是觉得这块屏幕里边其实已经集成了 基本上你能离开手机的那些所有的功能 所以他觉得Curplay可能反而是一个多余的一个产品 在它这个车机里边出现 我个人认为 因为导航导航所有的娱乐系统都有 音乐通通都有 对吧 那会不会是特斯拉跟那个苹果的关系不好啊 哈哈哈哈 你老听着黑客几分 对啊 上次喝酒这人甩啊鸡嘴不地道 哈哈哈哈 喝不会 喝莫德加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啊选装了什么吗 这车就选装了一个冷光银的车七八千块 其他的没选 其实就是灰色 我看它那个一致证证书那个单子上写着有点灰色 然后官方叫冷光银 然后其他没有选 其他没有 我刚才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配置 我觉得也是够用的 大部分功能呢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当中啊 然后呃承载这个人数这个车是五个人 然后都有这个电加热座椅是吧 我都有 他那个通风能选吗 不能选 哈哈哈 就没以后 就刚才讲讲的时候就要有通风的无敌了 没有 那 放在盘上加热 放在盘上加热 这个是挺好的 然后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车你大概开多长时间啊 就是你开多长时间 我啊 你们不让我开三天吗 哈哈哈 这怎么不按进行吧 哈哈哈 你没有 我预计开它上盘 你开它上盘 开它上盘 然后就给我给外人 他来通勤代步啊 这就是给他买的 啊行 然后作为一家媒体啊 刚刚我已经预约了这个车的第一个选题了 就是碰撞测试 然后偏制25% 然后两个车对撞 开个玩笑 当然也是开个玩笑 呃 今天我们录的这个视频啊 呃 到了店里 后来这个工作人员 其实也是发现我们在录像 然后后来 隐藏不了身份了 好亮 对啊 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是媒体的 但是我们今天是作为车主 然后过来来提车的 啊 然后也想把更多的关于这个提这个特斯拉的Model Y啊 包括保险啊 以及一些流程和这里边有意思的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呃 后来也就没太管让我们拍 然后知道我们是媒体了吧 然后可能说 也怕我们说说说说不太好的东西 还是怕徐老师活着八道 就是地本正经活着八道 然后呢 就贿赂我啊 然后给了我一顶这个帽子 啊 但是这个不存在的啊 这么点小小的贿赂 肯定是不太行的 就是我们该有什么我们是说什么的 毕竟是就把自己提的车 那实话实说嘛 呃 OK 今天呃 也恭喜赵老师喜提新的座驾啊 啊 然后先开新三天就够了 好好好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同时呢 那个我们58汽车在日常中也会给大家带来新车资讯 以及选车知识方面的内容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也给我们58汽车点播关注 OK 就聊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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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